在年轻人中 悄然兴起了一种新风潮 让中年父辈们直呼看不懂 那就是越来越多的年轻人 开始读毛选了 毛主席逝世已经40多年 按理说 很多人应该把他老人家给忘了 尤其是90后 00后 他们还没出生 毛主席就不在了 为啥他们开始读起毛选了呢 难道是为了升官发财 我想大概率不是的 有一个网友是这样回答的 因为他是对的 他当年说的很多话 在近二三十年里 我们很多人都淡忘了 甚至怀疑了 如今回想起他的话 发现又是正确的 他早就给人民指明了方向 只是我们自己迷失了 今天郭郭就跟大家聊聊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年轻人 开始读毛选了 这是某出版社统计的数据 自2015年起 五年间毛选销量逐年递增 2020年销量更是比去年翻了一倍 拥有一套八成新的毛选 甚至是一件能让朋友圈呈现的事 这是某位网友发的朋友圈 2023年 清华大学发布的 去年图书馆借阅排行榜 你们知道第一名是谁吗 没错 就是毛泽东选集 口罩事件以后 毛选的百度搜索指数 也翻了三倍 与此同时 毛主席故居 韶山旅游接待人数 也在逐年增加 大家是不是以为 去韶山旅游的人 大多数应该是 缅怀毛主席的老人 相反 来这里的年轻人更多 说到这里 大家是不是开始有点疑惑了 毛选怎么看 都是年代久远的书 而且这本书 还是教员为了总结 二次国内战争的经验而写的 应该不好读懂吧 怎么生活在和平年代的年轻人 喜欢读了呢 这就不得不说 毛选的厉害之处了 他能够把最深奥 最晦涩难懂的道理 用最简单 最通俗的话掰开了 揉碎了 告诉你为什么这样做 不这样做的后果是什么 让你听得明明白白 是不是和大家想象中的毛选不一样 因为这套书 他的受众 起初就是面向当时受教育水平 还比较低的劳苦大众 所以他很多深刻的哲学思想 都讲的通俗易懂 如果你高中是文科生的话 那你读了毛选的内容之后 一定会特别熟悉这几个词 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 具体问题 具体分析 是不是听上去很熟悉 没错 那就是教员他老人家提出来的 上个世纪末 诋毁伟人抹黑中国的现象特别猖獗 总有那么一小撮人 想提出一些特立独行的想法 吸引大众的关注 用来谋取一些不正当的利益 但是当时普通老百姓 受教育水平普遍比较低 所以他们就亲信了这些道听途说 没有事实依据的谎言 当时的思想信仰就开始崩塌 最可怕的是 这些被歪曲了思想的人 他们会向下一代传递这种错误思想 你想想多可恶 毛选虽然是为了总结战争经验所写的 但是他传递的价值观 正是我们今天所缺少 一个网友对毛选的评价是这样的 迷茫的时候可能真的需要读读毛选 尤其是在这个时代 2020年初的口罩事件 让国家陷于危难 除了众志诚诚艰难抗疫 还要面对国外泼来的污水 一直关注疫情动态的小刘坦诚 当时的心情是疑惑 灰暗悲观的 他说 偶然一次在某平台 刷到教员的一段讲话 让他的心一下定了下来 看了教员的这段话 大家是不是很难想象 几十年前教员的话在今天依旧适用 毛选本质上就是一本告诉大家 如何解决现实问题的书 乌干达总统穆塞韦尼 曾带着五本毛泽东选机 进入丛林发动群众 五年后建立新政权就任总统 美国总统拜登 曾引用教员的话 父女能顶半边天 英国财政大臣引用毛主席雨落 反驳对方观点 法国总统马克龙自称 我是毛主义者 关于毛选这本书我就不多说了 说多了大家还以为我在卖书 大家有兴趣的话自己去看看 在某户上面有这样一个话题 你曾经误会最深的一个历史人物是谁 早几年的时候 大家的答案五花八门 但是现在你去看 你会发现90%的人都在说同一个人 这是一个网友的回答 小时候道听途说 学了几本教科书 听了几句闲话 就当自己找到了真理 为了跟风 为了随大流 为了体现叛逆和独立思考 抹黑他 否定他 长大后才发现 他反对的正是人民所反对的 他提倡的正是人民所需要的 视频的最后给大家说一个故事 1990年 中南海中央警卫局 清理毛主席遗物的时候 发现了主席珍藏26年至久的 毛岸英遗物 毛岸英在朝鲜牺牲之后 遗物只有三件衬衣 一双袜子 一顶军帽和一条毛巾 毛主席对自己的个人生活物品 是毫不在意的 却私下里将这些遗物 叠得整整齐齐 藏在衣柜最下面 按照老家韶山的封锁 逝者生前的遗物 尤其是衣服 一定要焚毁的 而毛主席一直不愿意丢弃 默默收藏了几十年 白发人送黑发人的伤痛 他全部隐藏在心中 不愿意丢弃